我们的iPad的话是这个周五我们才在店里面开始销售 对的,我们只有到星期五才开始发售 跟东北京都一样啊 对的,都一模一样的 因为它在中国市场都是同一时间销售嘛 像样机我们也没有摆出来 对,我可以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样机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比较容易记忆 或者是稍微直观一点的信息 就是说我们现在星期五的话 我们是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二点 我们会有一个销售 直到第二天早上的八点钟 然后到晚上十二点我们都会营业 我们明天两点钟开始排队 然后接着我们会有专门在上面会有一个小房间 给我们的就是客人 然后准备 然后接着可以进去 因为可能会怕下雨或者太晒之类的 然后接着呢我们里面呢也提供就是网络 还有就是插座 但是不提供我们的设备 就是说可能你上网的话 可能自己带手机 或者自己带一个小笔记本什么的 但是我们有充电的插座之类的 然后接着的话我们发售的 我们在这边销售的开始销售机型的话呢 我们是我们的iPad跟WiFi的 但是没有3G的 然后有一个WiFi 但我们有16GB 32GB 以及64GB的那个机型都已经出来了 然后我们的最低售价是3988元 我们的机型有WiFi 然后16GB 32GB 64GB 我们都有 但是是没有3G的 但是没有3G的 但是是没有3G的 但是是没有3G的